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的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社交移民能有效对抗社交媒体霸权 对赛双方为正方德兰中学 反方博瑟女书院 现在介绍双方辩员 首先是正方主辩周永恩同学 第一副辩林美军同学 第二副辩陈嘉宜同学 结辩陈思敏同学 反方主辩潘吻思同学 第一副辩赖永恩同学 第二副辩赫世尧同学 结辩陈希彤同学 我们很高兴请到三位评判的今场赛事评分 他们分别是香港大学语语辩论队队员李小康先生 声言中学中文辩论队教练 阮慧杰先生 可风中学中文辩论队教练 不过有两次台发文机会 台发文完成之后会进入结辩环节 除了台上发文和台发文环节之外 每次发言之间结束前30秒有一丁提示 丁 够钟就有两丁提示 丁丁 超时15秒就会连丁几下 丁丁丁 详绪赛规已发布给各个参赛校 请问双方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现在先请政方主便周永恩同学发言 你有四分钟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 不好意思啊 我们是警方同学 我想问下赛会会不会 Share a screen 去显示一兵两兵时间 应该不会因为最近赛会 好像都说他们已经放弃了这个 PowerPoint的practice 但是 因为我们担心 兵声态度会影响到 在台上學習的時候會有清潔時間。 嗯,你等一下一張。 那你等我一會。 謝謝。 謝謝。 會不會主席可以舉手思議? 如果一丁就舉一次,兩丁再舉一次, 然後丁丁丁就再舉一次, 會不會這樣好些? 對,你覺得怎樣? 不好意思,蔡規文寫了, 除了一張紙外還會顯示一張紙外。 你等我一會,我現在查詢一下。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你等我待會吧。 如果我這樣做一個線,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謝謝你。 好,那我們就開始比賽了。 那麻煩政方主,如果你準備好的話,就說一聲,可以。 那就開始了。 可以。 並。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社交平台,你用,我用,大家都用。 但各位有沒有想過什麼叫社交媒體霸權呢? 即是指,一個龐大有很多用家的社交媒體公司持著壟斷地位,就陸續推出侵犯私人,逼人看廣告,逼人給錢改善用戶體驗的霸道措施。 就這樣聽起來,霸權離我們好遠,但現實之中無處不在。 就好像Facebook的演算法,令很多鐵文都推送不到給大眾,但很少人看到,發帖人要每個月付錢Facebook才可以增加觸及率。 除了逼人課金,在2021年1月6日美國國會新事件之後,Twitter和Facebook永久封鎖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帳號,Twitter還一口氣封鎖他7萬多個支持者的帳號,無疑是探答言論自由。 另一方面,WhatsApp提出更新私人條款,可以隨意跟第三方共享用戶資訊和對話,所以揭起社交移民潮,即是大批用戶改用其他新興社交平台,又或者至少將生活重心逐漸遷移, 例如由Facebook轉為MeV,由WhatsApp轉為用Signal等等。 而今日變態,要判斷社交移民能否有效對方霸權,大家需要知道,任何霸權因為規模龐大,實力深厚,難以對方對方, 所以往往難以令他們有明顯的改變,但自古以來,大家依然會堅持對方霸權,因此,行論是否有效的標準,不應該只看短時間內霸權有沒有改善, 而應該是看對方手段之下,是否能夠減少受到霸權的影響和傷害,以及是否能夠增加對霸權一方的影響和威脅。 我方認為社交移民有效,基於以下兩點,第一,用戶可以自行選擇信任的社交媒體,保障自己利益和私隱,遠離霸權。 WhatsApp在一月提出更改私隱條款,凡繼續使用,都被視為默許官方將對話內容共享給第三方。 大量用戶擔心自己私隱愛知,轉移用安全性較高的Telegram和Signal,減少使用WhatsApp和Facebook。 根據SensorTower的資料,今年頭四個月WhatsApp的下載量足足跌了四成三,即是少了大約8500萬的下載量。 相反,WhatsApp的競爭對手Telegram下載量暴增1.6億,一日成為全球非遊戲軟件的下載量半軍,直至抹消霸權平台的霸套造私對自己的影響。 第二,對市場的影響力,促使改變。各位,社交移民是一個巨大的信號,告訴政府知市民很重視這個情況,希望他們立法規管和保障。 英國和歐盟都有法例,割滅了WhatsApp的最新條款。同時,亦都是給市場的訊號,各行各業對私人保障有巨大的需求,因此很多新興平台冒起。 有標榜安全通訊的Signal,標榜無廢話,無廣告的MV。 而在外國一個叫Symphony的收費軟件,每一條信息都有三成加密以防黑客入侵。 在社交移民潮之下,成功獲得高盛、貝萊德、摩根大通等14家知名金融機構集體投資收購,成為全球銀行和金融機構駐會首選。 目前用戶人數已達到46萬人,還在穩步增長。各位,這代表什麼? 就是社交移民對令潛藏的市場需求否認,足使更多企業研發新興平台程式,滿足市場需求。 此舉貪分霸權平台的佔有率,轉匯威脅之下也可能令霸權平台重置分用戶訴求,改善服務質素。 最後,請問有方,受霸權平台侵害的用戶移民去一個和霸權無關的新興平台之後,刪除了帳戶,刪除了程式。 請問這個霸權程式還可以怎樣影響它呢?由有侵害變成沒有影響,這個對抗想定算有效還是無效呢? 多謝各位。 第二 mole,我請反方主辯潘詠詩同學。 你有四分鐘排言時間,準備好請說可以。 示范,示范,示范。 等等。再試一次。 示范,示范。 可以 定 主席、评判、有方同学、助作各位大家好 首先请容许我界定辩题中霸权这个字眼 社交媒体的霸权是指以市场支配地位 去推行一些损害用者私隐的政策和广告演算法等等 并通过限制不同意条款的用户手段 强迫用户去接受 听完有方四分钟的主辩 不难发现有方同学对于辩题字眼的定义留于表面 辩题所说的对抗有匹敌的意思 所以今天要达致对抗 有方必须认证用户生活模式上 可以非霸权社交媒体为主 摒弃教友的模式 而不是两者同时去使用 因此行量今日辩题成立与否 就要视乎社交移民后的新媒体 是否具有足够的制衡能力 以及提供诱因和潜力供去长远发展 何方反对辩题原因有二 一、社交移民效果有限 制衡霸权力到成二 联书新政策争议不断 但是从联书移民到MV的热潮 只是虚张声势 截至2021年的3月 辩除计算同时使用两者的用户 联书在全球仍然有27.4亿的活跃用家 相反MV只是仅仅增长了2.5亿的新用家 移民到MV的人数 有紧添念书活跃用家的0.09% 实际占比小资有少 事实上要达至制衡社交媒体 霸权的目的 先没有讲到背后的资本操作 但是有方同学所担心的人流 在移民效果不显著的大前提之下 已经无法构成威胁 作为霸权 小部分的反对声音根本无了其运作以及发展 而要他们抛弃固有的条款 作出让步 根本只是痴人说梦 如此一来 社交移民只是局限于一部分人 但是放眼广大群众不为所动的时候 社交移民的效果明显不可取 亦都不具备对抗霸权的能力和基本 最后一步来说 逼使社交移民可以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但是新有媒体的共用 令到新国起的媒体始终无法独当一面 甚至因为过往的工作关系 和系统更完善的原因 用户最后选择回归基本 可见社交移民影响微乎其微 不足以制衡霸权 而新平台系统尚未成熟 难以负贺流量所需 2021年1月15日 Signal官方承认因为用户量急增750万个 视乎器出现技术问题 以至到用户无法正常收发信息 又以GAP为例 2021年2月 GAP资料副主机出现漏洞 数据库中70G的用户私人数据 遭到涉取 保安系统显然并未完善 小量的用户尚且束手无策 系统无法支援 更何况要比美现有 霸权数以亿计的流量 单靠社交移民就可以拥有 匹敌霸权的能力 只是不切实际 相反 研究的主流社交媒体 已经具备成熟的系统 以及视乎器功能 例如联书 从2011年创立Open Compute Project 作为硬体建制规格 透过不断的更新和改良 完善系统 大权媒体最大的特色 正是在于它的技术经过累積 已经足以负荷流量所需 提供稳定的系统吸引用户去使用 可见新平台根本没有能力 和这些主流媒体并提 并用分散人流的情况下 尚且难以应付 更好成为另一个主流媒体 主导市场需要有效对抗 现有的霸权 总括而言 社交移民下 真正转用新媒体的人数有限 无法影响霸权运作 而新平台系统 亦都不具备相对的能力 承受市场需要 显然无法匹敌现有霸权的时候 固然无效对抗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後由反方台上任何一位便員向正方轉變提問,發言時間同上。 雙方均向對方提問一次及回答一次之後,就回到正方一副環節。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請評判注意填寫台上分數的時候特別留意發言次序。 特別是反方的分子第一格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請正方自由派出位便員作台上發問。 你有一分鐘時間準備好情況可以。 叮! 主席評判,最後一個位,大家好! 雙方均向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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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均向對方觀得對方。 雙方均向對方的'. 我想尋問一下,現在是否要兩分鐘我們發揮時間? adalah quickly two minutes. Mhaya اينMhaya 還是現在開始發揮是一分鐘 应该是一分钟的 准备时间 应该是一分钟问问题的时间 政方和我是不是要发问 好 谢谢 现在准备到 谢谢 现在是政方发出第一条台上发问 准备好声说可以 现在可以 丁 主持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友方今天和我们说 原来新兴的社交媒体 他们技术不成熟 反观那些有霸权的政策 就没有技术问题了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Facebook在2018年年初 造成了大量的资料洩漏 引起了大规模的移民潮 当季Facebook的股价下跌了整整20个巴士 而他们的市民大量流走股民 都大量流走 造成了他们的市值 缩碎了1230亿美元 友方今天和我说 这个叫做没有技术问题 再者 新兴的软件现在才刚刚出现了 5-1年不够 友方你这样用一个新兴的软件 去陷动一个出现了12年的软件 又合不合理 如果友方都觉得又不合理了 友方你就要和我方论证 是未来的11年内 新兴软件都没有办法对抗到霸权 甚至他们都会出现 甚至他们的霸权 技术问题都没有办法得到改善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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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的是解決臉書這家現有的霸權 而不是令到另一個社交媒體跟臉書一樣那麼好 並且把霸權轉移到這個新的社交媒體身上 多謝各位 現在請反方自由派初衛辯員作台上發問 你有一分鐘時間,準備好請講可以 準備好 定 主持評判就是各位大家好 某方今天看到Signal到現在都是靠一些捐款去營運 MeV就是靠一些進階訂閱的制度去收費 Telegram就是靠一些加密的貨幣發行的商業模式去營運 今天如果要這些非霸權社交媒體有效對抗認識的霸權 就必須要應付大幅增長的用戶群、數據群 和確建和維護伺服器的成本 請問有方,究竟這一類的非霸權社交媒體 在20年之後 能不能夠繼續用他們各自用的營運模式 繼續建負一個大量的支出 如果可以,麻煩有方提供一個確實的數據 去論整給我方聽 多謝大家 準備時間現在開始 bitte 講師 of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请正方主便回答 你有1分钟发言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 感谢观看 各位大家好 我方说给有方知是可以解决20年代这个问题 是有捐款又赞助 它亦都会产生一些新的软件 为什么你不给一些时间去令到这些新的软件越来越有进步呢 谢谢各位 那现在台上访问环节结束 就回去正方第一副辨的环节了 先请林美军同学 你有3分钟发言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 主席评论再继续各位大家好 有方说社交移民无法后果成疑 但霸权从来都是因为势力极大而极小会改变 不如有方回答我方 为什么WhatsApp在印度登报纸 投版表明尊重用户私隐 说想平息不满 都不叫态度改变呢 有方改变媒体霸权的标准到底在哪 事实上当越来越多人转去其他社交平台的时候 两成三成四成人走 下载数量同样跌了几成 一切都是改变霸权在市场上的占有率 有方说移民人数不多 不如我们看看数据 WhatsApp公布了跟Facebook共享资料后 他的竞争对手信号 方个星期在苹果和谷歌应用程式商店下载两个约为 750万次 在对上一周的43倍 有方你答我750万一个香港这个数字够不够多 我方主便最后问过有方 一班移民由霸权程式移民到新社交媒体后 由被侵害到没有影响 这个对抗手段算不算有效 有方没有回应 是不是有方都承认这是一个有效的对抗霸权手段 如果不是请有方一副解释一下 要对抗霸权其实从来都不容易 社交移民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需要时间比较的用户转会 去生结社交媒体 和等待新用户直接加入 连香港互动市务商会会长帮补桥都说 主流用户群很难一下子就搬走 但可以预期得到发展趋势 将会是大型平台的用户数目下跌 即是新社交平台的用户数目反而上升和增加 看看实际的数字 WhatsApp公布了新私人条例之后 Telegram和Signal一星期内 分别增加了900万和750万名新用户 比起上星期增加了九成 四个月以来WhatsApp下载量跌四成 接近一半WhatsApp使用者人数下跌 而Signal和Telegram就慢慢崛起 以上这堆用户不是正正成功离开 白权的魔爪免受白权的影响吗? 再者 在移民潮之下 用户对私人的需求得到市场关注 因而陆续推出大量新的社交平台 移民潮之下令到市场摊分 百花齐放 例如一位关注CN而生的Signal 采取每条讯息三重加密系统 自重偵測用户邮件 如果涉及重要资料 就要做双重确定才可以发出 又例如关注言论自由而生的GAB 在Twitter多次 封锁右翼言论之下 右翼人士自家研发无言论限制的新社交媒体 其实市场上的需求一直在转变 近两三年来就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交平台 例如近两年出现的 Upstream WT Social Peanut等等 这些平台越来越多人去使用 又方你承不承认市场是会自动调息 抵制霸权的呢? 多谢各位 现在有请反方第一负面 迈永恩同学 你有三分钟时间 准备好请讲可以 可以 大家听完有方的发言不难发言 有方的标准是非常低的 但我现在就涉入有方的标准分开三个部分 逐一拆解 首先刚才有方一负就问我们了 承不承认这个霸权问题可以靠市场慢慢去解决 我承认的就是因为要靠市场 所以根本社交言文就不足以靠这个人数的力量 令到霸权屈服 市场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广告商的广告推讯 甚至可能带领商业公司的合作 去抵制这些霸权问题 再来我们看回有方和眼中的霸权 有方同学今天跟我们说 原来霸权就是因为很多用户 用同一个社交媒体 所以就令到他人数获得盈利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方的逻辑 就是我们要解决霸权问题就要怎样? 就要将那些用户人数搬向另一个新的媒体 这样就有效解决霸权问题了 但其实构成霸权的建计 从来都不限于人数 也都要供服媒体公司的操作 和背后的资本运作 就像今天有方主编都会说 美国我们特朗普的账户被人封锁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政治因数 所以可见社交言文的人数根本是没有 对霸权的眼中来说根本是没有任何的意思 今天有方跟我说的其实只是在浅建的变题 因为有方从头到尾都只是说人数上的霸权 其实不止 因为今天你跟我说人数多了就等于有霸权体现的 只不过有方的定义非常之不合理 再来今天有方跟我另一个问题 就是把社交媒体和霸权混乱了 有方完完全全把霸权和社交媒体的逻辑 摆在一起说 就像我方主编所说 霸权应该涉及利用自身的优势去自行其事 而不是像有方刚才所说的 可能入侵用户私隐 要用户货金这些就是霸权问题 他有方眼中社交媒体所犯的错误 就是等于一个霸权 有方单纯就说 我们社交移民解决了社交媒体自身的问题 令社交媒体让步就是解决成功了 对抗霸权又合不合理呢? 有方要跟我们论证的是 究竟社交移民对社交霸权的公司 所做的决定有什么直接影响? 今天我们移民了的好处 社交移民这个概念本身的好处 对对抗霸权有什么必然关系呢? 我不是说小人移民 问题是多人移民是否代表真的会有下令霸权不服呢? 还是可能像我们WhatsApp那样 把私隐条款移民了三个月 是否就是有方和我眼中觉得我们已经对抗了霸权呢? 因为今天有方的目光是非常短暂的 再来有方又跟我们说 原来我们用另一个新的社交媒体 不用有霸权的东西就可以保护自己的私隐 今天有方不停地跟我们说 社交移民本身有的好处 我方都明白 但问题是我们是要说社交移民是否有效对抗霸权 而不是有效保障用户自己的私隐问题 所以今天有方和菲律在混淆市厅 再来有方和他说 下转了标识 所以可以改变到市场影响力 其实我们回回我方主编所说的 那就是代表有方都认同根本社交移民解决的 只不过是媒体的用户人数而不是霸权的问题 有方这么论证的事情 只不过是饼的一部分 另一部分有方都始札事而不见 因此希望有方可以接下来或者可以证实现方 今天是不是我方退后一步 就等于一个有效的对抗呢 谢谢大家 现在请证方第二负面 陈嘉义同学 你有三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讲可以 对抗呢 等一会儿 sorry 等一会儿 我刚刚就问了 就是PowerPoint丁那个提示 就问了赛会那一边 他們就叫我口說釘,同時就做手勢, 舉一就是一釘,舉二就是兩釘。 因為賽會那邊擔心PowerPoint會有時差, 所以就會有這樣的安排。 好,如果正方義父OK的話,可以說可以。 可以。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有方剛剛一部出來說要分三部, 查回我方的貿物,我就逐一回應有方。 有方第一部就說我方說要市場機制, 而社交移民是沒有用的, 但我方從來都沒有否認過市場機制是確實可以的, 是有方一味地論證,市場如何有效, 但今天我們要看的是社交移民如何有效, 我方一部,我方主席就跟大家說, 根據中心Power的數據指出, 在WhatsApp強推奉向資料的時候, 他們的下載量就下跌了整整43個, 八千、八千、五百萬, 我方一部出來再告訴有方, 在同一個星期內, Telegram就增加了900萬的下載量, 這個叫不叫有效, 有方第二部就跟大家說, 我方的標準, 霸權的標準就是將人數移走, 但我方從來沒有說要將人數全部移走, 我方是說, 有新的軟件出現的時候, 人數是逐漸地有人可以選擇去其他軟件, 不用硬食霸權政策, 這個就是我方定義之下, 對抗霸權的標準, 第三, 有方就說, 我方將社交媒體和霸權混淆了, 將用戶私隱當作是霸權, 用戶私隱強制分享用戶的私隱, 這些不是霸權, 又是什麼? 我方現在就是要壓制這些霸權出現, 令到用戶的利益得到保障, 而有方今天又跟大家說, 我方說, WhatsApp推遲了三個月的政策已經有抗對抗霸權, 我方從來沒有說過這件事, 我現在就真的給一個有效改善霸權的例子, 大家知道, 在2021年WhatsApp推行了共享政策的時候, 引起了大規模的移民潮, 最後WhatsApp屈服了, 它在印度的多份英文主要報紙上, 刊登了頭條的標題, 就是說會承諾只有用戶與商家溝通時, 才會將他們的資料與Facebook共享, 而不會侵犯用戶的私隱, 由方你現在告訴我, 由全部資料與Facebook共享, 到不侵犯用戶私隱, 這個算不算是有效改變霸權? 我再說一個例子給有方知道, Facebook在2009年, 他們未經用戶允許, 私自將資料與第三方程式分享, 最後大量用戶刪除帳戶, 並且轉換Facebook屈服了, 他們撤回了這條條, 這個叫不叫做有效改變? 好了,由方今天就... 今天我就想問由方三條問題, 千分別的出現令Facebook不再成為金融機構首選, 通常這個是不是事實? Telegram下載量, 今年手怪反超, WhatsApp, 這個是不是事實? 第三, Signal,WhatsApp, Mitway等等的出現, 佔了社交媒體市場的一直之地, 這個又是不是事實? 這些答案全部都是, 所以今天可見, 社交移民移走了, 他們不再受到霸權的侵害, 其次, 那些霸權的軟件, 他們的市值不斷受到衝擊,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霸權本身就已經被人對抗了, 因此我方便你答應了, 多謝各位! 接著有請反方第二副辯, 何世堯同學, 你有三分鐘時間, 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並。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和我用了一些人道的例子, 大家留意一下, 今天人道的例子, 從來不關社交移民次, 這個只不過是因為政府的法規, 才搞到它成功地可以對抗到, 再說, 今天想問有方一條問題, 究竟社交媒體的興氣, 是否等於對抗呢? 今天有方和我從來沒有論證過這一點, 再說, 今天的新媒體, 其實, 今天有方和我說, 現在的新社交媒體有很多人用, 但今天有方和我從來沒有論證過任何東西, 如果有方和我是想論證, 而這些新興起的社交媒體, 可以減少影響和傷害的話, 一定要認證現在的主流媒體有什麼損失, 今天我方看到什麼, Facebook 2018的第二季, 比2017年同期上升42%, 2018的第二季, 比2017年同期盈利上升31%, 今天我們看到Facebook的每日用戶, 活躍活用戶, 2018年的第二季, 比2017年的第一季上升1.3% 事實上我們方今天看到, 用戶數, 收入, 盈利, 全部都反映不到社交媒體, 社交移民的具體作用, 今天我們看到之前, WhatsApp也答應過會保護用戶的私隱, 但2014年被Facebook收購之後, 就要用戶同意兩者共享數據, 所以今天, 有方同學我們看到, 這些免費的即時通訊服務, 其實只有兩個方案, 才可以承擔他們之前很大的成本, 第一個就是用戶來做商品, 也就是廣告商, 第二就是超級應用程式的模式, 今天有方要認證給我方聽, 這些新的社交媒體, 但我今天看到的, 並不是有方同學理想世界, 而是看到社交媒體, 迫於無奈走投無路, 用廣告商和演算法, 才能夠應付到迅速增長的用戶群和數據壓力, 要這樣說, 因為當初透過加密技術吸引一大群網民的Telegram, 一直堅持靠加密貨幣發行的商業模式營運, 但今天有方同學不理解的是, 之所以Facebook的市值和盈利累積得這麼龐大, 是因為廣告衰弱, 更加無可反應的是, 對於這類免費的社交平台來說, 廣告收入是最大的收入可能來源, 但今天有方同學看這條片題, 看得太狹窄了, Telegram這個營運科技, 根本就很難令它維持到, 令它很長大的成本支出, Telegram的創辦人兼行政總裁, 譬如Geroff也宣布, Telegram將會賣廣告去增加收入, 即今天有方同學告訴我方, 你們要如何確保這些用戶長遠來講, 可以繼續留在新平台, 以及依然受到保障, 今天有方同學說關於這些言論自由, 但無方看到這些只不過是因為, 當時特朗普不停發放假的消息時, Twitter才要限制他的發文, 所以才會到當時有大量的用戶, 有否去到Telegram上? 所以今天的片題是最不成立, 各位, 現在進入台下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員, 向反方台上便員提問, 正方無權指定回答者, 反方可自由派出台上便員回答,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有一定提示, 之後由反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員, 向正方台上便員提問, 發言時間同上, 雙方各有兩次台下發問的機會, 而兩條台下發問可以由同一位便員提出, 現在先請正方派出一位便員作第一條台下發問, 你有1分鐘發言時間, 如果準備好請說可以, 我寫了兩個字體 firm 大家可以由要先怎麽我們也試試看好嗎? temporal頁和經濟頂面, 一話 那是周年很大小, 我現在是在一起講一個最小小小小的大小, 誰在一起講, 你自己身側說的大小小, 我現在是在一起講二職頂, 你現在也想要有什麼大小小小小, 我現在有什麼小小小小小小, 你是什麼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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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建立了20年的Facebook和Google都還在折漏用戶資料 那為什麼明洩漏過用戶資料的Signal和Miri 不能夠你現在和未來對抗同樣 甚至是這麼不成熟的Facebook呢? 多謝各位 準備時間已經開始了 主席 不好意思 我們剛才聽不到 正方、台客 對 我們剛才聽不到 是 我們剛剛 可不可以叫台客好像你們都聽了 是 那如果這樣的話 正方再次提問一次 評判覺得我可以嗎? 因為反方他們反映他們聽得不清楚 你大聲一點 可以 抱歉 抱歉 還可以 你大聲一點 可以 反方現在是不是都接收清楚 聽到聽到 謝謝 好好 那正方同學準備好就可以開始了 可以 主席 評判最後各位大家好 由方第二個論點法 GAB和Signal曾經出現過系統問題 所以就難成大器難以對抗 Google 2018年洩漏50萬用戶資料 比全法38個第三方應用程式 2021年Facebook再次爆出5億用戶資料被洩漏 原來有方說的技術累積同樣會失敗 剛剛有方說得好 建立了整20年的Facebook和Google都還在洩漏用戶資料 那為何未洩漏過用戶資料的Signal和VV 不能夠利用著和未來對抗同樣 甚至更不成熟的Facebook呢 多謝各位 想問聽不聽得清楚 清楚 謝謝 謝謝 準備時間開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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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員回答 你有一分鐘時間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和我問你 為什麼現在Facebook和Google都有技術問題 今天我方看到的是這些主流媒體並不是完美 而當初 所以今天有方和我不是要我方量證 而是你們身為政方要量證 為什麼Signal和VV這些社交媒體 但是在長遠來說他們會有進步 他們會在有進步的同時 亦都可以依然地給用戶一個好的體驗 讓他們留在那裡 有方和我從來沒有論證過 究竟為什麼當這些用戶去了這些新媒體的時候 他們會離開 他們會等於對抗主流媒體霸權 因為我們今天看到的 很多用戶其實都同時在用這些新媒體和主流媒體 所以今天有方同學你們究竟是有沒有 所以今天有方同學從來都沒有量證過 就算現在這些用戶去了這些新平台 到底有沒有真的解決過問題 定定 現在請反方派出外辯員作材下發問 你有一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可以 定 主席 平沛在座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問政變題 認為只是用戶個人不再使用社交媒體 就等同對抗社交媒體霸權 正方選擇性說 WhatsApp今年頭四個月下載次數減少8500萬 但就沒有說到仍然有1.7億次的下載 多於Telegram 1.6億次 也是Snapchat的4倍 請有方解釋 如果WhatsApp總用戶不斷上升都算是對抗到霸權 那是不是不論總用戶上升 不變 下降 社交移民都有效對抗到霸權呢 多謝大家 我們 besoin到達到霸權 準備時間已經開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备时间结束,请正方派出外面回答 你有1分钟发言时间,准备好请讲可以 4米,听不听到? 听到 可以 叮 主持评判,再做各位,大家好 首先,先多谢有方同学的问题 有方就问我方 是不是下载量不变下跌增加 都是在对抗霸权 我告诉你,不是 今天我方提出的数字是 WhatsApp的下载量下跌 虽然有方提出的例子说 虽然下跌仍然有1.7亿 但凡请有方 听清楚我方提出的 下跌了48个巴仙 下跌了8500万的下载量 难道有方觉得8500万的下载量下跌 这样也不算改变吗? 难道有方是要说WhatsApp这些软件是要零使用者 先叫做有效对抗到霸权 再者,星流Telegram这些新轻软件 他们先兴起了5-6个月 他们已经可以取代WhatsApp成为下载量之冠了 这样不叫对抗到霸权吗? 有方今天就要和我方认证了 怎样新轻软件兴起5个月去对抗一个12个月 不,有了12年的有霸权政策软件 这样又合不合理先? 多谢各位 接着有请正方 太初位台下辩元提问 你有一分钟,配饭时间 准备好声线可以 请不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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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没问题 好,准备好 叮 各位,大家好 有方说社交媒体霸权地位难以动摇 明明主便用Facebook多用户 mev时用户和我论证难以对抗 他们一副竟然转立场位日数不重要 霸权是霸权,只是因为市场有趣了 市场不是就是用户的固体名称吗? 有方说的广告商 难道会减少人用的社交媒体调广告吗? Signal.mev用户不停增加 在未来11年6个月 为什么不会到达WhatsApp的累积人数呢? 有方的标准说要制衡能力 那问题来了 越来越少人使用 影响力越来越小的社交媒体 为什么还可以做霸权呢? 使用者透过社交移民 直接端去心媒体 那么不被使用的霸权 又可以霸权哪个呢? 也看见不见了 准备时间 开始 准备时间 开小的标志 好 厉害 太大了 所以 非常 厉害 人 我 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 giants 准备时间结束 请反方派出处辩元回答 你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好声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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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响 所以 就职位大家好 首先要多谢游邦的问题 今天有忠邦跟我们说 原来我们少众的社交媒体力可以悉悲 那些增长比率比本身大型 那就是代表旧媒体会下跌 这是什么线来出来的呢 其实我们看回如果两个分数 它们分子一样都是加一万的话 那本身份量比较小 那增长一定会高一点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公平的比较呢 再来其实我们看回 今天有个全场就是跟我们说的 社交移民对新兴媒体的发展有什么帮助 但是完全没有说过 究竟新媒体发展是否真的有效对抗霸权 甚至可能人本身旧有霸权的媒体 少了人数用 是否真的会令霸权屈服从而作出改变呢 有分完全没有解释过 然后再来有分又问我们 他说什么 他说为什么人数不是霸权的主要因素 其实我们看回今天 其实无论政府取代了家庭制度的改变 还是广告商的资助 那些金钱对媒体本身有霸权的媒体的发展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其实人数少了并不代表霸权会少了得益 因为广告商仍然会帮他们 所以今天那边是绝对不成了 当然大家 现在请反方派出位台下便员 提问有一分钟时间 准备好请讲可以 可以 定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关论政变题先有在台上发问 以及以赴提出2018年Facebook剑桥分析事件后股价下跌 以及今年印度要求Facebook修改个人资料分享 但其实没有提到促使Facebook改变的 分别是2016年欧民一般资料分享 一般资料保护规范 以及2021年印度个人资料保护法令的通过 请有关同学举实例说明 社交移民怎样分开过去 推动一早已经通过了的法令 多谢各位 准备时间已经早开始 请不吝点赞订阅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 感谢观看 听到 可以 帮助各位 很多谢反方的问题 今天我方一副二副也都出来说了 有方要求我们给实例 现在我就给实例 2009年末未经用户同意 第三方程式分享使用者资料 引起大量用户删除帐户 并转会 最终通于压力 Facebook在童年改回政 制度 而有方今天说 政府才可以有可能性 但我方完全没有否认过 政府的可能性是有效 但有方需要跟我论证 究竟当 大量的用户离开的时候 有改变到 会不会令到社交媒体改变政策 多谢各位 如果在第一站的职程中 的名价 机参与 现在是疾病的 préside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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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我们说这个就是社交移民 虽然有方今天放在这个行计团里说要长期有效 但有方根本无论正确 今天有方其实名义性的社交移民实际是有没有民族 因为有方我们黄瓜主面也多次说 用者会因为各种因素包括发展的配合比较完善 内容更多 而去倾向使用主流的媒体 有方今天最多跟我们说 今天有人使用小型的社交媒体 根本就不是社交移民 也不会对这个社交的霸权的社交媒体造成任何的威胁 因为何况是要去对抗社交媒体的霸权 用一个过低的标准去定义社交移民 去衡量变体成立与否 也不完全不合理 所以今天有方第二组的关键字眼 就是有效对抗 其实今天看到有方 有方就是眼睛很狹窄的 全场不停的whatsApp这个例子 他跟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的社交移民的例子 但听清楚了 其实今天有方跟我们说的whatsApp例子 只不过是延迟了三个月 但有方就归纳为成功的有效对抗 我强调的是推迟霸权连最基本的行机都达不到 因为减少社交霸权双方都认同的基本行机的时候 但推迟了中有一天 whatsApp都会将用户的个人资料 传送内面试的时候 如何正压变体 有方同学 并且有方同学今天其实应该正压变体 就跟我们说 whatsApp延迟了几个月就当成功有效 其实连有方今天提出的短期的校业都不符合 所以 就是今天是不是删除了 就等删除了面试一个白权的社交媒体 有方就能够确定其他的白权 白权会在其他的社交媒体里出现呢 反而我们看到就是应该放强生涯甚至长远的利益 考虑到整个市场的有效性 讨论整个社交原文出世 不是单一个社交媒体 再来今天有方 我们審思双方的论点 有方开出来就是两个论点 定定 所以我们看到 就是有方其实今天同学来说 就是有 就是在Facebook事件有 有影响呢 但是又没有论证是否主要 所以今天变体终不成立 多谢大家 现在请正方欠辨 陈思敏同学 你有四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证证可以 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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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聽不聽清楚? 清楚 清楚 準備好 定 主席評寬卓卓國 大家好 最後一個位置和大家歸納一下 尤方的三個錯和面對霸權 我們應該有的三種態度 第一 定義錯 尤方看到社交移民 尤方提議尤方 社交移民其實還未完結 還有替代成色陸續出現 還有人不斷下載新興食色去轉移陣地 所以尤方根本避開了無可能真正的社交移民 是否有效對抗霸權 第二個錯是錯在立場 尤方同意有方法可以大來改變 而比較認有各種做法裏面 社交移民是否對公眾 以及社交媒體而言 最受關注 最多人涉及最具影響力的做法呢? 而尤方又覺得 霸權極難會改變 但是我想說 從前都有一個一台極大的TVB霸權 一直不改 沒有人覺得他會改 但是當我們移民去VTV 去看Mirror Era 就很有效地令TVB 請曾志偉出生 還說明要改革去迎接挑戰 第三 就是尤方的理念錯 尤方一再強調逆利成本 但尤方一副都回應了 二副都回應了 現在我再回答尤方一次 是移民帶走的廣告 有一個例子 就是Syvenly為霸權而出現 獲得高城、貝萊德等等的集體投資收購 成為全球銀行和金融機構全會首選 有方再跟我們說 印度是政府的施壓 先令WhatsApp改變 等等 有方提清楚資料 WhatsApp改變政策 而令政府先豁免不需要共享資料 請有方弄清楚先後次序 有方說過 有方跟我們說 霸權無影 對於霸權無影響 我們看看Facebook的例子 2018年大量用戶移走 股價跌20%市值縮水1230億美元 有方竟然跟我說 1300億美元下跌 是沒有影響對霸權無效呢? 而我們今天應該對面對霸權的三種態度 第一就是內心品代 香港其實都出現了移民潮 於是提醒了英國、台灣、加拿大等等的地方調整 放寬了移民要求去吸納香港人 對呀 社交移民一樣的 人滿東了、市場看見了 雪球效應現在只是開頭慢慢滾大 那方前場都提過 在這一兩年間 最少都出現了14個新興大型社交的程式 而陸續有來 第二,果斷離開 各社過去各社習慣 各社過去各社原有的關係網 轉去跟它敵對的公司機構 就已經是一種堅定的對抗 就好像辯論界別 十多年前 十年前 新界區某個大賽 因為很多學校反抗 霸權逐一移民 十年過後 釋離了 早兩年前 都有變界移民潮 由某一個贏了 可以登報 但存在種種流 幣而連連都不改的學界大賽 轉頭參加新興辯論比賽 為了什麼呢? 我拒絕接受你 再沒有接觸 從此離開 是真的有效對抗到霸權 對我的侵害 而有方都否認不到 不要笑我 我真的覺得轉頭去對立面 真的算是加入了對抗霸權的陣營 不過最後一個態度 是想叫大家回頭一望 反思一下 其實由什麼時候開始 幫我們鞏固無數 有友情、愛情、親情關係的社交小屋 被稱為社交霸權 抗現大默總會有差錯腳的時候 而同時要全身都不容易 其實念書都有溝通世界的理想 WhatsApp近在印度等地 不斷登廣告承諾會果 有方請你想清楚 這些又是否改變呢? 會不會其實我們都可以心懷戒備地再觀察一下 當雪球更大的時候 是不是有效令它有更大的改變呢? 多謝各位 比賽暫時過一段落 現在麻煩評判進行評分的工作 如果給完的話 可以Signal或者在Zoom的Chatbox跟我說聲 那就可以進入評語環節了 謝謝 主席你好 主席聽到嗎? 是 主席 你好 我是德行中學那邊的教練 因為我們剛剛 其實不影響比賽進程 但是我們純粹想提回反方同學 就是剛才我們看到台下的辯員 是進去台上的比賽房間 然後進行台下發問 但是我們看回賽程 根據B章第四條 台下的同學需要在獨立的地點作賽 也不應該跟台上的辯員共處一室 所以純粹想提回反方的同學 可能會避免這件事情 因為可能都會引起一些溝通的疑問 如果大家閉嘴之後 純粹想提醒回答 不好意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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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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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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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或者我再解释多一点就是最佳辩论员那里就是 评判首先选了三位觉得表现最好的辩论员 那就是总结回他的在他的辩位自己的环节 和台上台下发问的时候的发问或者答辩的情况 那就是一个总结了之后就选三位最好表现的辩论员 那就依照他们的表现就最好一位给30分啦 次加位给20分和第三位就给10分这样的 那如果评判OK评完分呢就可以跟我讲声 可以可以讲进行训评论是可以的 那我们就可以进入评论环节了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香港大学语言辩论队员李小康先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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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先想一想 就是霸權是什麽 雙方似乎一开始说了定义 類似是運用自身休息 广告、演算法等等 但是到后場的时候 听一听就觉得大家好像把霸權的定义 就是做壞事就是霸權 他侵犯用户的私人 他是壞人 但其实霸權的意思是否纯粹是做壞事呢 似乎又不是 所以是霸權是救兇 他为什麽救兇 原因是因为 他累積到一定的 不论是正方说的人数 或者是反方所说的广告和钱 以至到他的决定是 我无论怎麽做都要贵 那他就是霸權 所以 雙方开出来主线说的时候 其实都是很围绕 就是到底他的班 正方就是告诉大家 他会多了一些新兴的平台的兴起 类似是引入一些竞争 而反方其实都某程度上 开出来的条线 都其实是围绕着这些观点去打的 包括是说他成效是有限的 因为我们看到 虽然正方说的数字就是他的下载量有跌到 但是总下来说 就是他升幅下跌了 还有点二就是跟大家说 其实很多东西都未纯熟 那些人未必会走 走不浪费 或者他们都会两边一起用 这个似乎是会对于人数上 和对于比较平途上 似乎在主编的时候有少少交锋 但是去到中后段 或者去到负位的时候 似乎是正方 会比较主导到 那个战场的走势 因为正方今天的策略就是 误会跟你说 那些人走了 所以就好了 而似乎反方在人数 这件事上面 是有一定的攻击力 和一定的准备 而去到台下的时候 听到有一些材料 能够反驳到人数上的数字 例如总下载量很多 但是似乎在中后段 台下发明之前 是回避了正方 关于人数的观点 转移就是和大家说 有很多其他因素的 对抗标准是否真的这么低 但你自己的对抗标准又是什么 似乎我觉得这个位置 反方在中长的时候 是被正方带住了一点 而另一个就是 需要去讨论的就是 人数真的有变化 第二点要想的就是 人数的变化如何影响得到 公司 而这个战场 其实反方是有优势多一点 因为正方今天所说的一些改善 似乎去到后场 反方都能够解答得到 包括去到以赴的时候 说到那些可能是 施政法例 或者去到后场 台下的时候 都有补充资料 所以其实今天正方 他优胜的地方 是在于 就是欣赏的地方 是在于他们策略 是很成功的 他不断地数很多人数 然后不断跟你说 他都叫做有些改善 你不是不给时间 而反方其实某程度上 在这些位置 是有一定的力度去进行攻击 但似乎没有怎么善用到 自己已有的一些攻击位置 或者不知道自己最强力的位置 在哪里 包括你用的一些例子 或者是你反驳 人家的一些观点的时候 你用的角度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 是可惜的 纯粹是这个战场上的交锋 而另一个我想给大家的留言 是关于大家主线上 内容上的延伸又如何 因为始终今天反方 我说了很多次 我也同意 就是大家都只是在讨论 人数多与少 但人数多与少的原因是什么 似乎今天 正反方在主线上 是要谈论 但不是谈论很多 包括正方 现在正反方说了 也有些人数多与少的原因是什么 例如对于私隐的保障 例如对于私隐的保障 是好 甚至是真正方的见面说得好的 例如说ERROR ViuTV TVB 以及其他的辩论赛 我们去讨论这些所谓的移民潮的时候 我们是否只是讨论有多少人去打某个比赛 或者有多少人去看MIRROR 其实不是 我们讨论的时候是 ViuTV有什么好过TVV 以致那些人会过去 而这个就是正方需要去分析 去告诉大家 为何未来还会继续有人 顺应这个所谓的移民潮 而正方今天在这个位置的着脈是比较少 纯粹就是说现在有人走着 未来就会越来越多人走 这样就会吓到公司 但是似乎这三个步骤 都不是有很足够的论证步骤 在里面 不过就是很连贯和很策略性地 能够给到返货的反方 我觉得正方在这个位置是十分之一 而至于返货其实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说那些人是不会走的时候 主边有说了很多 例如平台本来不够吃 纯粹 或者甚至是那些人是走不完 例如我用程度 但我爸爸妈妈不用程度 其实某程度上 是否一些Family business 都会去WhatsApp 其实这些生活化的例子也好 或者这些角度 其实就是反方需要去重复 告诉大家 为什么引数到某个位置会封顶 而反方似乎只能说到一些数据 但是后续这些延伸不是没有的 不过少 论述不够多 而另一个主线上延伸的观点 我觉得反方有提升到的 就是关于霸权上的转移 就是类似是一个两难的局面 要是他们吸引不了人 那就威胁不了 要是吸引到 他需要很多技术流量 需要很多成本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延伸成为一个霸权 或者他积累了一定的用户人数的时候 他就有条件成为一个霸权 我觉得这个观点是不错的 但是正方似乎这个位置也没有一点着脈 所以延伸出来 其实正方也可以想一想 就是对于你们自己未来的社交媒体的生态 正方觉得一个愿景之中 有的社交媒体的生态是如何 类似是不是百花齐放一些 contracts就是 只是一两个 company 我觉得在整个媒体生态上 我觉得反方尝试在这个位置延伸 也有一定的分数 不过似乎正方没有什么去回应的时候 反方可以再做更加到我最劲 大约是这样 所以三点的评语 第一点评语 就是在自己主线上 我觉得最浅层表征上 運用例子上面 今天正方是有少少的优势 因为他不断地数的时候 反方似乎没有跳入例子去打 或者没有尝试用自己的例子 去给予抑制的情况 第二个 comment 就是关于主线上的一些延伸 第一就是你的数据背后的逻辑 是什么 可以多说一些 令到评判有更多的共鸣 而且尤其是你要展望将来 因为这些社交移民潮 你未来会继续有的时候 你其实很依赖你的推论 够不够严密 我觉得双方都能够做多些 最后一个 comment 就是关于整个圆景媒体 生态上面有什么变化 但我觉得双方都能够多些 这些想像 亦都可以给评判听 大概是这样 谢谢 谢谢李先生 接着有请成年中学中文辩论队教练 阮慧杰先生 大家好 都承接上评判的主线 我觉得今天反方的主线都挺可取的 尤其是第二个 point 我觉得社交媒体的技术未成熟 而一转别人过去 那就一定会导致有满伺服器的问题 大家应该有用过的社交元件都知道 譬如说WhatsApp 时不时会塌机 而在Signal 即是比较新的时候 我在电脑用的时候 只是下降不到信息 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挺影响到人 去选择用哪一个社交媒体 但是我觉得 虽然这个 point 是挺好的 但是去到中后场好像都 正方没有问 但反方都没有推进这个 point 而我觉得这个 point 都挺不错 因为我觉得 在一个社交媒体 要去做到社交移民 你的社交媒体要稳定 你才可以令到一些人过去 如果它是不稳定的 譬如我现在还在用WhatsApp去谈 我觉得WhatsApp很方便 而且都稳妥的 而比起其他通信软件 好像还差一点 例如在电脑兼容性 我觉得这个是 未成熟的 point 是挺好的 这样 然后再说 就是关于社交媒体 这件事 我觉得今天在资料运用上 大家可以多说一些 就是关于社交媒体 上面的一些 相差的位置 例如WhatsApp Telegram 和Signal 其实三个你用上去 好像都是通信软件 但其实它们中间是有一些分别的 例如什么呢 例如我在Telegram 可以收到一些大众媒体的消息 例如是 几万人的一个消息通信 我可以在那里订阅 然后我可以跟进消息 这个是WhatsApp很难做到的 另外还有就是 例如Facebook和MeV Facebook是不收钱的 Facebook有些社群 而你用这个社群的功能 你去到MeV是要收钱的 因为它这些是属于附加的功能 今天反方也有强调过就是 一个社交软件 其实收入是很重要的 去营运 Facebook 选择了就是 卖广告去收入 如果MeV往后 多人用了的时候 它要如何去维持收入呢 它如果不卖广告的话 就要收钱 收钱又有没有人用呢 我觉得反方 可以多说一点点 而正方今天也好像 没什么讲过 关于这个位置 就是在第一条 台上 就是主便之后 那条问题 都是说关于一些捐款 或者如何 其实你长远来说 如果一个社交软件 用久了的话 多人用的话 都一定要考虑到 就是关于这个营收的问题 因为它始终也要维持社交媒体的使用 这样 然后 今天有一个讨论就是社交移民 这件事 其实大家有 如果用社交软件 一个社交软件 如何用得起 一定是多人用 如果那些人一走了的话 是不是没有人 即是屈服到呢 其实 大家 如果想清楚的话 其实是 如果一个社交软件 是没有人用的话 它卖多少广告 是没有意思的 因为没有人提 所以 社交移民 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令到 很大部分的人移动 到了第二个地方 例如 例如 讨论区 香港以前用高灯讨论区 现在用联灯讨论区 原因就是因为高灯的人 受不了審查 而移动了联灯 而大部分的人 弄到高灯做不起 我觉得这个 就是一个 例子就是 如果那些人不去用 一个社交软件的话 你的社交软件就做不起 例如广告你买的时候 没有人看 没有人会下广告 所以问到就是 今天大家在定义 社交移民的能力 可以再 看多一些资料 就是关于 如果那些人一走的时候 它的平台如何营运下去 以及就是关于媒体霸权 本身 譬如正方一开始说了 就是媒体霸权 譬如是侵犯到私隱 那如果私隱有多少呢 这个也是我今天希望 就是听到就是 譬如说多一些 就是 他侵犯了你哪里的私隱 例如一些交易的讯息 一些位置 或者是一些個人的喜好 那一个广告箱 那一个广告箱去设计 都希望目标到一些 適合的群组的人 那如果他去拿这些资料 他算不算是 侵犯你私隱 去到你很难接受呢 而如果他在拿你的一些位置 交易信息等等 你觉得难接受的话 那不同的平台 究竟他在拿多少 例如Facebook是拿十多二十项资料的 譬如说Telegram 可能拿三四个必要的资料 那些资料拿得多与少 对于私隱的影响有多大 我希望都是 我这一场都希望大家 可以有多少讨论在这里 资料上面可以讨论多一点 一些私隱的影响 会不会大到你要放弃一个社交软件 另外还有就是 讲关于 那个审查那里 第二个就是说 譬如特朗普 他发表了一些文章 然后被人封锁 他封锁的原因是 因为他本身的政治立场 还是他散播一些仇恨的消息 他散播一些不实的消息 这些都是 反方有问到 正方都 正方都应该要想多一点 就是 如果你用这个方法去做攻击 譬如说 一些审查 他背后的审查原因是 纯粹因为他的政见 还是因为其他原因 这些都是 大家可以在资料上面 追密多一点 以及讨论的时候 都可以多一点 但是 我最后想提多一点 就是今天正方第二副片 在稿件中 他问了三条问题 就是你问有方堂三条问题 但是你又回答那三条问题 是啊 就是你问了三个事实上的资料 然后你回答它 就是你想做一个反问 还是你真的想问对面 就是我一听到三个问题 我也很 curious 究竟你那三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但是原来都只不过是 你上面论述了 而来得出来的事实 所以我觉得 这个 是纯粹看看你觉得 这样是不是一个 就是 我听到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你上面也说过 你上面也论证过 而你后面突然间 有介绍 想问对面 然后你自己回答你自己 我觉得这样 就是 那个演绎上 可以再做好 例如你如果想 纯粹想论证的 你想假强的 你可以做反问 就 不要突然间 就好像说 突然间问有方堂三条问题 就有少少奇怪 那这个就是 少少的补充 那我大概评论到这里 那我交给下一位评判 谢谢阮先生 接着有请 学峰中学中文辩论队教练 汪逆薇小姐 大家好 那首先 很感谢大家 这次也有空来这场比赛 刚才评论了很多 那我就长话短说 那首先是 今天正方和反方 开出来的那条线 其实都很正路的 但是我觉得正方 其实他有一个比较 我觉得是有力一些 大家可以多放些时间 来说的就是 其实开始开出来 你们去说 觉得短时间 其实很难动员一个 霸权 所以你们其实是整场 设出来的线都是说 你们希望是 长时间这样去做 但是我觉得你们就 缺乏了一个推论 你们有很多的资料 去论证你们自己的论点 但是就缺乏了 我就在想了 既然 你们如何证明它 其实在长时间 它可以做到 越来越多人去 而不是一个月潮 过去之后 下面就会开始 可能月潮 冷却了之后 它就不会去做 我觉得 你们中间这些位置 可能你们要 建立清楚 然后到反方 我觉得 反方一开始设出来那条线 都挺好的 但是 你们的标准就是说 去摒弃旧有的模式 然后就有充分的制限能力 然后后面 其实我觉得 反方到后场 可能有点点位置 或者有点不明白的 就是 你们不断强调对方 说用言论自由 或者用私隐这些 就 不是一些叫做 霸权 那你就不断强调霸权 那些东西 但是 到后场 我又不是很清楚 听得出 你们所说的霸权是什么 或者你们 还有你们 我觉得 双方今场有一个 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你们在资料上面 有些 割说割话 因为我觉得 反方的WhatsApp资料 我估计是在说 现在的一些 香港的一些 私隐问题 然后延期 但是我觉得 政府那些资料 也是在说一些 印度上面的东西 所以你们资料上面的 不复配 就会导致你们 后场的拗的时候 就是 大家各有各 各的资料 你又好像 你的资料 又好像你升多些 你的资料 又好像你跌多些 但是又没有一个人 出来作个结论 就是 究竟在资料上面 我那个资料 比你强的位置 在哪里 而不是你只说 那个资料 所以说 我的资料是对的 例如你们可以说 例如可以对比一下时间线 例如 有方跟我说 那个资料 是发生在什么时间 或者我方的资料 发生在什么时间 会不会发生在 侵犯了私隐权 那个时间之后 你们就可以多做一些这方面的东西 我觉得主线上面的建立 双方 其实都有近 但我会比较想的就是 可能 可能会建议一下 在反方 和可能在后期的语速方面 可能会有点比较主 因为现在 网赛的话 大家听 尤其是评判 听出来的语速 如果你说得很快的话 就可能有时 未必触到你的观点 所以我觉得 大家可能在下场 每场比赛都可以注意一下自己 港业的预速 或者是一些 声量 那这个就是我的评论 谢谢 那现在宣读 这场比赛的赛果 今天的辩题是 社交移民能有效对抗社交媒体霸权 正方 德兰中学 返方 拔岁女书院 今场比赛最佳辩论员是 正方杰辩 陈思敏同学 今天的赛果为3比0 由正方德兰中学胜出 恭喜